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按计划于4月8号至10号 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、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 组织还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接令后 战区陆军远香火、海军驱护舰、导弹快艇 空军尖击、轰炸、干扰、加油等机型 火箭军、长岛火力单元等任务兵力 快速向预定区域机动集结 展开作战部署 今天的演练 重点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夺取制海权、制空权、制信息权能力 任务部队同步组织环台岛战巡禁逼 塑造全项围岛射压态势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诗意陆军大校表示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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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